各位同学大家好 首先欢迎各位同学参与我们的网络教学学习 我们的课程是财务管理一 我是这门课的代言老师 财务金融系陈嘉一 我们的授课时间是在每个礼拜一跟二 那辅导的时间是在礼拜一的七八节 辅导第一点是在人文大楼教师研究室 11-0714 咨询的电话是731-0606转5206 课程的渐渐部分 我们这个课程呢 主要分为三大部分 是以理论配合食物 由钱入身 并用实力说明观念的运用 以及同学能够全面的学习财务管理课程 在第一个部分 财务管理的范围 我们主要说明财务管理的主要目标 在于规划取得和利用资金 使得公司的价值能达到最大 第二个部分 财务人员的功能 我们最主要说明会计人员和财务人员的权责为何 在第三个部分是介绍财务管理的三个领域 金融市场领域呢 包括金融仲介机构 以及总体金融体系 第二个领域 公司理财是借由财务报表来揭露各种资讯类别 以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第三个领域是投资学 主要包括企业有形资产投资和金融商品的投资 在教学目标方面 在知识我们希望能够在财务管理的理论跟知识与实物的一个学习 在技能是一方面 个人可以学习如何具备良好的财务管理观念 以提升个人理财的效率 另一方面呢 是学习企业如何以筹措最低成本的资金组合 来执行最佳的投资决策 以确保企业组织能够稳定而且健全的发展 我们的态度的目标是训练财务专业人员的专业态度 在其他我们也希望培养财务管理相关征兆考照能力 在课程大纲一 我们最主要呢 是分为三天 第一篇财务管理的基础 最主要学习财务管理导论 金融市场财务报表分析 第二篇评价基础是学习的内容有货币的时间价值 债券评价 股票评价 第三篇投资决策分析 最主要学习近限值与其他投资准则 现金流量的分算 资本预算分析 和风险与报酬 在我们这个课程的资料呢 最主要采用的是双页书王洪茂卫老师 他所写的财务管理的书 在参考资料部分 我们是用这个Brentice Hall 这个出版的财务管理 和参海书局徐守德老师 所写的财务管理这个书 在教学方式呢 我们是以教师上课讲述 配合教学从影片为主 网络教学为服 定期上网观看并配合习题写作 一个星期差不多两个小时 上网的时速呢 我们将作为学习成绩的参考 在评量方式呢 我们平时成绩占40% 包括了线上的学习 出席率 看课堂的表现 其中考跟期末考 各占30% 感谢您参与本课程 愿您学习顺利愉快